下一組人馬是誰 好 我跟你講 這一個很厲害 它是獨創它的劍舞 它的劍舞 有受搖到央視的春晚 真的 還有 捷克 還有韓國春川藝術節 都有受搖 都有受搖 是不是 結創那個叫 Rollet Rollet 對 Rollet 蔡宏裔 非常厲害 對 蔡宏裔 雲 劉 劍 百味噗 百味噗 一、二、三、二、三 Cler樽 二、三、三、三 二、三、三 三、三 好想要跟他在那邊滾 對 厲害 有... 先不要... 劍好像就在他身上流轉 又是一抹詭譎的笑容 哇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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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 哇 瘋狂掌聲歸 講真心話 是 看過很特殊的表演 但是沒有看過像他這樣的表演 根本就是人間合一了 然後如果不是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攝影棚裡面 不能用明火 那一般他表演 他等兩端還有加上點火 對 原本是有火的 對 然後他後面那一坨玉石在那邊 他就是為了要讓整支劍 達到一個平衡的一個作用 對 然後那個劍在他身上滾去 滾來 真的 滾來滾去的 然後感覺好像 雖然沒有黏在身上 但是感覺就是 依附著他的形體在流轉 感覺很舒服 對... 好像在按摩有沒有 對... 感覺好像那個劍好像跟他合而圍 又有一種舞蹈的一個美感 對 而且他全程都閉著眼 他這個跳起舞起來 不輸給雲門舞級 對啊 對... 趙敦毅老師 你剛剛看這一段他那個表演 舞蹈老師 有 因為他 因為其實我們算是 蠻常一起練習 真的喔 對 就是 就是 他現在的呈現已經非常完整 然後但是我覺得更感人的是 就是 他沒有任何的舞蹈底子 他以前是讀功課的 真的假的 他就讀功課的 然後就是 然後跟他有很特殊的緣分 當初去春晚我們是一起去的 OK 對... 所以他 等於也是利用他把你的這個春晚世紀帶 實力想出來 因為剛剛那一段你沒有講到 你有上過春晚 就是 神三槓 練習這個 這個劍舞是你自己獨創的嗎 還是怎麼樣 是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叫做蔡宏毅 蔡宏毅是 剛剛這段表演其實 你們很幸運 大家都很幸運 因為 怎麼說呢 這是 世界第一次有這樣的表演出現在電視機前 電視機前 對... 那你自己研發 其實在我研發出這一把劍這個表演之前 是 我也是從街頭藝人出身 然後我一直表演的項目就是 對... 網火嘛 網火跳舞 然後很多人都問我說 為什麼你要 你要都做這麼危險的事情 對...但是其實對我來說 因為我不是一個 從小練習表演的表演者 我是一個半路出家的表演者 對 我到大學才開始學舞蹈 學表演 我想要把 透過我挑戰危險過程的這個表情 這個美 這個勇敢 是 對 這是我想做的 希望你們能感受到 有 感受到 全世界到處這樣玩火 有時候也不太好 會被 有些地方 警方會干預的你知道嗎 我曾經有一次在 法國亞維農 對 在法國亞維農的 前方表演 是 對 然後當時我 我演得還不錯 他們很喜歡我的活舞表演 然後我把全程的人 都聚到了我的面前 成為一個大半人型 幾百人吧 對... 就在我演完最後的一個動作 結束的瞬間 是 兩個警察走出來 對 然後 他們拿出他們槍 準備對空名槍 對... 這麼嚇死 接下來我的觀眾 大概都知道警察對我做一些事情 是 對 然後他們就... 我的觀眾就開始對警察叫囂 真的喔 國安的名風很... 那這是真的表演 是... 他們就說 He is a good performer 然後一直這樣講 很好的表演者 警察再把槍舉起來 所有的觀眾全部嚇退 那時候我心裡就想 完蛋 完蛋 他是因為玩火 玩太多 不小心有什麼 我人生第一次進警察局 就是在法國 就被扣進去 就是因為表演 然後抓進去後來 後來怎麼辦 後來他們才跟我說 原來因為那個時候 法國恐怖攻擊 所以有關煙火火箭這種東西 都是靜止的 他們就很擔心 沒錯 他們就隨便抓 隨便靠 當時我進到警察局的時候 是 我發現我並不孤單 很多人都在 全程的街頭表演者 都配觀眾 你有遇到扯鈴的嗎 還是有玩武立方的 武立方的 武立方 那你們就在警察局演藝場囉 警局春晚 表演起來 台灣達人秀 對啊 真的是 不過非常好 對不對 能夠研發出新的表演內容 What's the difference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就是台灣的 軟實力 非常好 再次謝謝蔡鴻毅 Good job Good job 謝謝 謝謝 謝謝